第八十二集,好吃吗?嗯,超好吃,魏英迷着眼睛,直勾勾尖色迷迷地盯着蓝望鸡看,嘴里说的好吃似乎另有对象,蓝望鸡耳间发烫,不敢只是那双勾人的眼睛,白色的被单把整个人都包住,只露出下巴以上的位置,吃饭吗?自然是有人伺候着,魏英吃一口就称赞一句,仿佛吃的是什么世间罕见的美食,蓝望鸡被他逗笑, 唇角的笑无奈又宠溺,预计有七八分饱后,蓝望鸡放慢头位的速度,开始言行逼供,魏英,嗯 怎么了?魏英看人欲言幼稚的为难养,不由得好奇,你 昨晚那个,一,一傅,怎么会想到,魏英心头一咯噔,取决的动作都顿住了,完了,如果蓝湛知道自己把他不行的事告诉了聂怀桑,他会不会 对,下身抹出意见,魏英似乎看见了某人的惩罚场面,不行,绝不能让他知道,否则自己的屁屁就别想要了 哦,那,那个呀,就,就是,看,看视频的,瞧见且萌萌色变了,急忙结结巴巴又解释,不,不是,我没有看那种视频 是,是图片,我上网找了,某人脸色缓和了一些,但还是不妙,我就看了一眼,就一眼,我发誓,爪子举了起来,蓝忘机就看着,不说话,蓝湛,你别生气啊,我招了 是,聂怀桑叫我的,可是我,真的不是故意要说出去的,我就是没法子了,不知道该怎么帮你,聂怀桑他 情场老手,也许会有主意,所以我 好看吗?呀,魏英被人问猛了,什么东西好看?图片里的人好看吗?魏英 后背升起一丝良意,没,没有你好看,且某暗涌翻滚,哪没有,一只手俯上人的后背,魏英缩了缩脖子,被子拉得更高了,紧紧地拽着,只剩下一双咕噜噜的大眼,在监视着某人的动作,脸,胸肌,反正哪哪都没有我老公好看 魏英以为只要自己使劲夸,蓝湛就不会找他算账,殊不知,他这话一出,某脸都铁青了,连胸肌都看了,后颈被人捏住了,魏英一颤,低沉的声音落下 魏英,我该怎么惩罚你,是今天都不下床了,还是 不要,我错了,以后,我发誓,绝对不会再看任何人一眼,否则,我就瞎 五,红唇被紧紧压迫着,魏英感觉自己的肺都被人吸出来了,某人使了牛尽,又吸又水又咬 十分钟后,魏英扶着火辣辣肿痛的嘴唇瞪着人,眩泪雨滴,幽怨的眼神满是控诉 魏英,蓝旺鸡知道自己惩罚过头了,心颤颤紧张着,哼,蓝旺鸡,我不喜欢你了,我生气 某人刷得掀开身上的被单,白皙的皮肤上清清紫紫,好不慎人 蓝旺鸡愧疚得来不及做出反应,那人就这样光着身子像个兔子般,跳上了床 用被子把自己包得严严密密的,连脑袋都藏了起来,还时不时发出嘀嘀的抽气声,蓝旺鸡 懊恶,后悔,不知所措,各种滋味涌上心头,但眼下最重要的是,把人哄好 高大的身影朝床边挪去,床上的人似乎感觉到了,身子朝另一边挪了挪 百明了拒绝某人的靠近,蓝旺鸡肠子都悔清了,刚才吻得有多狠,现在就有多懊恼 魏英,大手试探性附上被子,被子下的身体用力扭了扭,正开他的触碰 我不是魏英,我是坏蛋,可不是坏蛋嘛,不是坏蛋,干嘛惩罚我,蓝旺鸡 嘴角抽了抽,宝宝,换了称呼,我错了,我才是坏蛋,你是宝宝,被子激烈抖动了好几下 魏英咬紧牙关,才控制住自己没有笑出生来,他已经死死拿捏住了某人的死穴 只要自己比蓝旺鸡生更大的气,他就会乖乖就范,然后把自己生气的点忘了一干二净 这一趴就算过去了,生气时真生气,屁屁还疼着呢,又咬他嘴唇 以前就讨厌Omega只能说到Alpha控制这说法 蓝旺鸡的行为让他那种不好的感受又涌了上来,但某人喊他宝宝那一刻 气已经消得七七八八了,不过,他才不会这么快就妥协,否则岂不是显得他很容易哄 以后某人的翅膀就硬了,自己再也拿捏不住他 想到这,魏英死死忍着不吭声,他越是不说话,蓝旺鸡就会越忐忑 宝宝,你说话呀,你想怎么惩罚我,要不,你也咬我,好不好 好,忐忑的大手在人的肩上轻轻晃了晃,不敢用力,怕某人又哭诉说弄疼他了 可又不能不用力,否则某人感觉不到自己在哄他 还是没回应,但身体没有排斥他的触碰了 蓝旺鸡暗寸,小家伙应该是气消了 只要他在家把劲,身体一点一点挪过去 直到贴上了人的背部,虽然是隔着被子 但对方身上清甜的味道,仍然让他沉醉情动不已 蓝旺鸡,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喉咙滚动了几下,压下体内的骚动 蓝旺鸡把裹着被子的人,整个纳入了怀里 下巴抵在人的发顶,一声一声唤着 宝宝,宝宝,直叫的人心间发颤 慧英深吸了好几口气,最后实在是忍无可忍 原地转了身,一双怒火冲冲的大眼睛直瞪着人 蓝旺鸡,你是故意的,怎么了,宝宝 语气无辜极了,嘴角却止不住上扬 讨厌,隔着被子,胃英抡着拳头 捶了人一拳,却又舍不得用力,想挠痒痒 蓝旺鸡的笑意再也压抑不住 轻声一吻,落在人的额头上 宝宝,我爱你 我爱你